先生老師 我到時候跟你們講 你走過去五分鐘就到那個餐廳了 很近 不會啦 除非你是超級大陸之怪的話 走出去直走走喘就到了 還會迷路 我也沒辦法 好 這樣都會有意思嗎 這個是幫你想好 如果你不吃那個也可以去晃一晃 附近餐廳還很多餐廳而已 還滿熱的 所以到時候的話 後面的話你們再去晃 這個是 剛吃晚飯就在想宵夜 好 來介紹一下這個東大門 東大門的話呢 基本上分為四大洞 現在應該說五大洞 第一洞的話呢叫都塔 明碼標價不能殺價 但是呢這幾洞裡面 唯一只有都塔有退稅的機制 就是你可以拿到退稅單 大家都知道那個退稅單 很多國家現在都有 韓國的話你只要買3萬塊韓幣以上 就可以跟他拿退稅單了 那只有都塔第一洞有 那如果你覺得OK 我覺得我們這一團應該都是北部的 中華台東我知道 那如果是北部的團員比較多的話呢 韓國的消費對你們來講 大概高不了太多 因為台北消費也高 新竹 桃園 大概也跑不到哪裡去 也都是滿高的 那各位的話呢 你這個 喜歡衣服跟人家不一樣 我買回去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樣 我不要每個人都是黑店酒隊那種概念 你去買第一件 但我先講很貴 剛剛我看到這個Super Dry 大家都知道Super Dry對不對 去都塔地下一樓 現在買一件八折兩件七折三件六折去買 便宜 打折 雖然它是進口的 因為它有打折的時候 我才告訴你 然後呢 第一洞的這個都塔地下一樓 有那個Line 知道吧 莎莉亞 有沒有 像熊大那個主題的賣店 它賣的也不貴 便宜 比如講一包貼紙二十張 才一百五台幣而已 五千塊韓幣 對韓國來講真的很便宜 所以各位你也不妨無聊的 不知道要買什麼的 那你就去晃晃這個Line的主題 商品店這樣子 那這是第一洞 我先講每一洞的 每一個樓層都會有洗手間 你們自己如果逛街要上洗手間 自己看一下標誌好不好 那第二洞的叫 第二洞叫Mini OLED 第二洞叫Mini OLED 有開因為很怕他們是輪修 Mini OLED的話呢 我比較會建議你們這邊去買衣服 剛剛我講第一洞的是 你預算比較高的人 我會建議你去第一洞買 裡面有很多韓國設計師設計的衣服 在國外看不到 就韓國賣而已 那一定是Made in Korea的衣服 那從第二洞開始往後面的話 很多China的 China知道了 China 中國知道 這個是台灣客人交換 我都叫菜那 停了半天是不是叫菜那 China OK 知道了 那這個 第二洞呢 Mini OLED的話呢 一樓二樓都是女裝 男裝要往上走 還有飾品要往上走 但是老實講 因為我們有 像我上的團沒有名洞 那我就說你們愛買什麼就買 那因為我們有名洞 你們不要去買飾品的東西 粉粿 啊 他做這itä 積 unus 但是 是 啊 而